光复乡原住民人口过半 不过11个部落却仅有一个部落设置的部落会议或原民会审核通过 再者乡公所在八一原住民族日庆 始终未能发挥实质效用 引发光复乡代会原住民及代表的强烈质询 原住民人口过半的光复乡总共11个部落 目前却仅有马泰安唯一一个部落会议获得原民会审核通过 像代表郑万正对此感到差异 咨询建议乡公所能主动协助部落 像代表郑万正另外针对了光复乡制以及部落制撰写制作 以及坐落在马泰安西上游的万荣乡名利村 马泰安部落同名而产生混淆正名争议 咨询乡公所不能等闲逝之 同样管主原住民议题的副主席吴一珍 肯定乡公所对原住民文化产业的推广 但就八一原住民日庆祝活动效益 认为乡公所力道不足提出咨询 就是要它变成光复乡的捷庆 变成光复乡的捷庆的话 这个就是第一个让光复乡有知名度 应该是不是也可以整个做满足 有像在这边办案 比如说我们就邀请邻近的原住民 部落里面来参与 部下来交流 不管员后面也好 这些人是习惯来互相交流体验 也是一个方式 这都应该要进退 此外副主席吴一珍 关注原住民文化产业 以及农特产的推广行销 不论是观光局花龙重管处 重古石乐园 亦或者台东铁花村 原民聚落市籍的营造 建议认为都是相公所可借进学习的地方 以光复两大部落为起点 打造光复 成为原住民文化观光产业基地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